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今年3月25日 反同联盟在他们的涂鸦上所写的硕大的反字 我们访问了麻吉小组的志愿者 他们向我们诉说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每个人可以发疼的声音吧 但是他做了我们的作法有点过激 因为本身这个思绪是我们那个志愿者花了一下午的时间 你们跟反同联盟有一些沟通吗 他发了一个什么正常人受购了的财心给我们的一个五个人 至少一个很强烈的跟宠的对比吧 在我们采访过后 我们将这幅涂鸦的照片发到了微博 但是反同人士依然没有停止言语的暴力 在今年国际不再恐同日即将到来之际 我们只能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权益的诉求方面 我们既要充满激情又要理性对待 我们坚信彩虹的明天就在前方 我们下期见